犯罪纪录可能没有了 但犯罪行为可能还在 你就要告诉别人 或者别人不介意 这集我们先找Billy来聊 上一次我们提到 填表 我只是想起一个 不要说大的犯案 或者有时轻轻或少的罪行 但飞过去填表 好像有点难 我们填好 不填好 香港就有一些 相对较为轻微的罪案 发生了 三年之后 香港俗称是洗底 即是在商场市场偷东西 三年之后想着没有东西 又没有坐牢 只是罚钱 好像符合条文 他觉得 心很安慰自己 即是没有 法律都可以告诉别人 我没有 他就很顺理成章 填了没有 但其实 如果我们讲到一个移民申请 这一种 角度之下 其实你也是要申报 有少少迟 虽然你是轻微罪案 但你现在去找政府公 或者记律部队 其实你也是要申报 可能我们又搞错了 这个叫做犯罪行为 和犯罪记录 两个是不同的 犯罪记录 可能没有了 但这个犯罪行为 可能还在 你就要告诉别人 或者别人不介意 事实上有没有 刑事案底 与你可否被视为没有 都仍有少少分别 我们现在要先针针对 要申报 我们先申报了一个事实 其实也不用太担心 如果你刚才我们讲的 相对轻微少少的 其实也真的能解释到 第二件事 你知道吧 单亲好像戴不了子女的 戴得 要做多些事情 那如何填呢 如果单亲 其实他是说 如果你小朋友未够18岁 其实这个申请 那个 一般的规矩和要求 我们叫 general rule 就是说 父母都要申请 如果我 但是有例外 这个例外当然 就顺理成章 如果我都 离了婚 或者我本身是单亲的 那个不会和我一起申请 这样的时候 其实反而这个例外之下 是容许的 只不过 很多人问你那个移民 他以为不行 就是以为 咦 那我就两个不能够 但是其实你是要交代 一些清楚的 法律文件 例如你那个 离婚的命令 离婚上面的安排 是不是一个 它叫 sole responsibility 就是说 是不是一个人 一个家长 可以 负责去照顾这个小朋友 那 他就 看到了 就是说 在移民上 你是有权 一个人带他 过来英国 是这样的意思 问多个问题 关于钱银 是 有没有一些东西要填 资产 那些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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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相对好 也不高的 但是你也要照顾到自己半年或以上 那当初那些人很害怕 我是不是要一百多万 现在已经清楚了 大部分人都清楚了 其实 我们很粗略地说 你一家四口 那样计算 你十多二十万的 现金储蓄 已经可以了 已经过了 已经批准了 那叫做 我相信自己就受不了 就是洗手之后 有没有安全网呢 现在 去到某些位置 尤其是疫情 当你完全 去到没有能力的时候 其实都有一些特别的申请 到时候社工会帮他们 所以 你可以找Bidi幫忙 或者甚至 和Sakura联络也可以 因为Bidi跟我们有很多合作 对吧 好了 今天就说到这里